第四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银竹秋光冷化瓶 青螺小扇扑流营 这两句诗出自晚唐诗人杜牧的秋夕 意思是秋天的夜晚 烛光映着冷清的画瓶 一个女子手指凌罗小扇扑打着萤火虫 寂寞凄凉月染纸上 那位说了你从哪看出的凄凉呢 因为古人以浮草为营 他们看到萤火虫从水草间飞出 认为萤火虫生于腐败荒草之间 你想啊 如今庭院里流营飞舞 这七楚便可想而知了 扶草为营的说法呀 早在礼记当中就有记载 关于这种说法更严谨的解释 应该是什么呢 是萤火虫在水草边产卵 幼虫入土化涌 次年草涌化为成虫 而扶草为营 反映出了古人对于生命由来的好奇与探究 地球上的生命究竟来自于哪里 这一直是古往近来人们渴望破解的谜团 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家在深海中有了新的发现 这似乎为生命诞生之谜提供了线索 北马里亚纳群岛位于太平洋西部 几位海洋学家在对群岛周边的海域进行考察时 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当时潜水机器人下潜到了水下八百米的深度 正前方突然有白色烟雾 和翻滚着的黑色溶液不断喷涌而出 随后研究人员发现了一连串绵延的海底火山群 摄像机进入了火山喷发的场面 不断晃动的镜头显示出火山喷发的剧烈程度 太酷了 哇 看这真是太惩罚了 这种画面真是前所未见的 快看快看 天哪 这一幕对研究人员来说 简直是一场超级震撼的视觉冲击 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海底火山喷发 而接下来的发现 更是颠覆了人们对于生命现象的认知 研究人员提取的样本证实 海底喷发出来的是一种高温硫磺溶液 令人吃惊的是 在温度高达200摄氏度的炽热硫磺喷发口附近 竟然有比目鱼在游动 它自由自在 高温的硫磺液体似乎并没有对它产生丝毫影响 随后 在生腾的硫磺烟云下 研究人员又发现了无数小比目鱼 它们上下游动 就像在海底飞舞的蝴蝶 在高温且酸度极高的恶劣环境中 怎么会有鱼类生存呢 这或许会为地球上早期生命的诞生环境 提供新的线索 地球上的早期生命到底来自于哪里呢 多年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 曾经有人提出了 说生命是从无机物中自然发生的 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浮草围影 浮肉生躯等等说法就是如此 还有一种宇宙呸种论 认为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来源于其他宇宙星球 或者星际尘埃 它们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到了地球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神创论 包括盘古开天女妈造人 以及上帝创造生命等等 都属于此类 近年来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 一种热泉生态系统 备受科学家的关注 刚才您看到了那些滚烫的火山熔岳当中 生存着大量的笔木鱼 这可不是一个孤立的证据 此前科学家在东太平洋的加勒帕哥斯群岛附近 就发现了深海热泉 管漆蠕虫 隔类和细菌等众多生物群落 生活在一个温度超过了300摄氏度的热泉喷口附近 这样的高温高酸度的环境 让科学家想到了地球最初的样子 那个时候地球被火山熔岩所覆盖 就如同这些海底热泉的喷发口 难道海底火山口就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吗 研究显示 在地球刚刚形成时 地表没有水更没有任何生命 那时地壳的温度极高 地表温度在100摄氏度左右 紫外线超强 频繁的火山喷发带出大量水蒸气 它们在高空冷却后变成雨 雨水降落到地表 地面的高温让它又变为水气进入大气层 水气蒸发时带走地表的大量热量 使地表不断变冷 等地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时 降落到地表的雨水就会停留下来 形成地表水 循环往复 地表水越聚越多 终于在40多亿年前 地球进入了一个重要时代 海洋 诞生了 那时的海洋 海水不是咸的 而是酸性缺氧的 水分不断蒸发 反复地形成 云 雨 重新落回地面 溶解岩石中的岩分 不断汇集于海水中 经过一万年的积累融合 海水才逐渐变显 海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地球 它不仅塑造了地球的面貌 还创造了一个水波荡漾的绿色氧巴 人类呼吸所需的氧气 有一半来自海洋植物 而排出的二氧化碳 也有一半被它们所吸收 海洋还是地球的调温器 防止地表温度过高或者过低 但是海洋的诞生与生命起源之间 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古老的海洋 神秘异常 奇幻万方 水与其他物质一起 造就了地球生命的奇迹 生命之源 地底中国正在播出 1953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米勒 在实验室中完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实验 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米勒实验 米勒实验的装置是一个完全密闭的气体环路 首先它将地球原始大气的主要成分 像甲烷 氨 氢气和水蒸气 按照比例注入实验装置 从而再现了原始地球的打气环境 然后呢 就用紫外线 持续的照射实验装置 并对混合气体进行放电操作 用以模拟早期地球环境中强烈的宇宙辐射 以及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 这个实验持续了几天以后 米勒就在这个装置内的水溶液当中 检测到了多种形式的氨基酸 米勒实验的原料 是地球原始大气当中最基本的无机成分 而氨基酸呢 则是构成生命所必须的有机物质 米勒实验证明了 生命物质完全可能在原始地球的大气环境当中 通过简单的化学反应形成 而水在这一化学反应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水与其他物质一起造就了地球生命的奇迹 由于当时没有大气层 地球始终经受着紫外线的止射 但凭借海水的保护 海洋中诞生了第一批生物 比如别层石 它是由蓝藻 少数细菌及其他真核藻类和真菌等共同形成 不是单一物种的群体 而是小的生物群落 在西澳大利亚的沙克湾 至今保留着早期海洋生命的真实面貌 在这片海域 分布着成片的叠层石 它们看起来和岩石很像 但是研究表明了 它们是由无数微小的粘性细菌 消互叠加而成 一些沙子和微成颗粒也粘在细菌上 最终赋予它枯似岩石的外表 这些独特的构造 清楚地记录下了地球生命的最初起源 早期的生物都是直接从岩石和矿物质中获得所需的能量 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们通过一种特殊细胞的进化 把太阳能转变成了可用能源 细胞中的色素能吸收阳光 将阳光和二氧化碳结合 生成细胞生存所需的物质 这个过程被称为光合作用 它产生了一种堪称伟大的副产品 氧气 目前在澳大利亚北美和南非三个不同大陆的11个地点 都发现了叠层石 这些叠层石它们的年龄都在25亿年以上 最古老的叠层石 发现于南非的布拉瓦白云岩当中 距今起码有28亿年了 在我国天津济县的国家地质公园里 叠层石化石也非常壮观 甚至整座山都是 氧气在海洋和大气中聚集 为生命的再一次进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经过数亿年之后 这些氧气促成了越来越多复杂生命体的诞生 并最终形成了海洋中最早的动物 在叠层石之后 多细胞生物开始统治整个海洋 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海洋状况 科学家专程赶往澳大利亚的大宝礁 那里仍然能够看到清澈的海水和大量的珊瑚礁 这些远古礁石中隐藏着海洋的秘密 通过它们科学家了解到海洋当初的模样 在泥盆级时期 也就是大约四亿年前 在全球各地靠近陆地的较浅水域 形成了很多宝礁 而此时此刻 陆地上仍旧没有太大进展 甚至植物 也只是刚刚离开海水 试图在阳光炙烤下的土壤中生长 但是海洋中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科学家在采集到的礁石上 发现了多种多样的动物化石 这说明当时的海洋中生物数量非常多 种类也更丰富 它们生活的环境五彩缤纷 生机盎然 对于大量的珊瑚虫来说 这样美丽安详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据科学家分析 在过去的五亿年里 地球上共经历过五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现象 结果导致50%以上的地球物种因此而消亡 最开始科学家认为 每次物种大灭绝都是由彗星或者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 这听起来应该很有道理 比如说一块大如珠目朗马峰那样大的岩石 如果撞击地球的话 它势必会带来遮天蔽日的灰尘 使整个大气层陷入黑暗 这必然会导致生物的灭亡 但是近年来这种说法有所改变 科学界认为 恐龙或许是因为行星撞击地球才灭绝的 但还有多次生物大灭绝 却另有原因 科学家在澳大利亚死水河的河岸 发现大量可以明确揭示出泥盆纪末期情况的证据 整个河岸都能找到一种蓝绿藻 其实就是细菌 它们出现在这儿 是因为水里几乎没有氧气 而且水分极高 这些星覆盖了所有动物存活的地方 导致动物窒息死亡 科学家发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泥盆纪末期的珊瑚礁上 水温度太高 氧气缺湿 珊瑚礁上爬满了微生物 结果导致珊瑚虫窒息而死 因为微生物喜欢高温 喜欢浑浊无氧的环境 它们利用污泥和动物的残骸生长 而这些细菌都是艳养菌 氧气是它们的科兴 一旦接触氧气 它们就会灰飞烟灭 在物种大灭绝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机会 会让少数独特的生物躲过灾难呢 您看看下面这几种生物 这是海龟 这一物种已经存在了两亿一千五百万年了 这是鲨鱼 大约四亿年 还有后 存在了大约四亿四千五百万年 还有一种 那就是地球上已知的最伟大的幸存者 它们就是鹦鹉螺 鹦鹉螺无疑是研究远古海洋生物的标志 它最早诞生在距今约五亿多年前 是什么能够让这些幸存者得以存活至今呢 在研究了鹦鹉螺的习性后 科学家发现 鹦鹉螺属于夜行动物 它们白天隐藏起来 等到夜幕降临 它们就会在珊瑚礁周围觅食 科学家找到它们常出现的海域 成功地打捞到几只鹦鹉螺 研究发现 鹦鹉螺呼吸时 把大量水流吸入塞中 吸收完羊后 再把吸入的水从性小的体管排出 当鹦鹉螺想往上运动时 它只需把体管的口朝向下方 然后把水排出 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四处游动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推进系统 而呼吸作用是促进生物进化的 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科学家推测 生物大灭绝时期 海水中的含氧量大大减少 能够幸存下来的生物 必须能在低氧环境下生存 鹦鹉螺将大量海水吸入塞内 虽然海水中的含氧量很低 但由于吸入的海水量很大 它们照样能够获得充足的氧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创新之举 鹦鹉螺才得以在生物大灭绝中 幸存下来 研究资料显示 在五亿年前 这些其貌不扬的生物居然成为了海洋中的顶级捕猎者 它们凭借灵活的运动方式 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一种名叫三叶虫的蟹状生物 并发动突袭 咬碎三叶虫薄薄的甲鞘 然而随着一万年的进化 长期遭受鹦鹉螺捕食的三叶虫和早期鱼类 成了体型更大 速度更快的捕猎者 鹦鹉螺反而变成了它们的猎物 在这种情况下 生活在前海水域的鹦鹉螺 已被赶到了深海 而此时的地球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小行星或彗星开始撞击地球 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表层含水升温 而且酸性增强 这次行星撞击异常剧烈 海洋表层的动物全都死了 而被赶入深海的鹦鹉螺却因此躲过了大灭绝 鹦鹉螺 历经几亿年的演化 外形却似乎鲜有变化 这让科学家惊叹不已 它是现存软体动物中最古老 最低等的种类之一 鹦鹉螺现有的种类不多 但化石的种类却多达2500多种 这些在古生代高度繁荣的种群 构成了重要的低层指标 而此次发现的鹦鹉螺 可以帮助专家研究与之相关的生物演化 环境变化等等 为人类利用自然提供科学的数据 数亿年来像鹦鹉螺这样的活化石毫无改变 而其他生物却趁机完成进化 并爬出海洋登上了陆地 从距今5.2亿年开始 植物已经可以在陆地上生存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外表像苔藓一样的 可以在陆地上生存的两栖植物 叫做四苔藓植物 大约延续了一亿年 在距今大约是4.2亿年左右的时候 植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叫早期植物化石阶段 这个时候的植物已经具备了在陆地上生存的能力 但它们只能在水边生活 并不能占领所有的陆地生态域 在距今大约是4亿年左右的时候 植物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 这个植物最终脱离水体 完成登陆 并且最后在地球上形成了森林 在这个地质改变的过程当中 动物开始逐渐从水中也转移到了陆地 就在加拿大北极群岛的高地上 科学家们挖出了一个有3亿7500万年历史的化石 这是达尔文进化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的出现证实了陆地动物来自海洋的说法 通过化石分析 科学家还原了提克塔利克鱼的本来面貌 它的很多身体特征 在后来的有织动物包括人类身上都有 左右扭动头部 这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也是源于这种古老的生物 鱼类之所以能在水中生活 是因为它们具有能在水中呼吸的腮 科学的讲不仅是人类 所有的脊椎动物包括两栖类 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也都和鱼类一样 在胚胎的早期在头后部烟枪有着开向左右的裂隙 塞裂 由单细胞生物 蝙齿生物发展到脊椎动物的鱼类 提克塔利克鱼是第一种能够自由晃动颈部 保持肩颈独立运动的脊椎动物 这种适应性改变有利于它们在狭窄空间 比如沼泽地内捕食 提克塔利克鱼还有其他结构改变 为了便于穿越松软的前滩 它的半关节更加灵活 能够通过弯曲万步前进 这一特征传递给了之后所有的有织动物 并一直传递到我们人类 提克塔利克鱼化石的出现 给生命起源和发展带来了新的信息 而对于海洋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从无机小分子到有机小分子 然后形成单细胞 最后出现原始生命 这一生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被一个个线索串联了起来 并对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9年 我国科学家通过火花放电法 得到了比米勒实验更加复杂的氨基酸 1965年 我国科学工作者利用氨基酸成功的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 从有机小分子物质合成有机大分子物质 开创了人工合成蛋白的新机缘 这标志着我国在研究生命起源的课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这些研究进一步证明海洋确实是可以产生生命的 如果说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那么人类的诞生便有可能是海洋生命不断进化的结果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